大家好 这个视频呢 我想聊一个跟一个外国人有关的事啊 这个外国人呢 是个女人叫海文娜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啊 在微博上有账号啊 这个海文娜呢 是个德国人 她有中国的男朋友 也会没有不知道啊 长期在中国居住 应该讲的 在网上曾经一度啊 是非常对中国非常亲善的 也经常表达一些 就是西方媒体的这种洗脑啊 对这个西方人民的误导啊 是吧 让西方人民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呀 包括说中国 这个在国际上被人误解呀 等等表达了很多这种东西 因此上呢 有很多这种自干五朋友啊 或者一些爱国网友 我就对他还是比较看 比较欣赏的啊 觉得这个西方来一个人是吧 一个女孩是吧 能看得这么清楚啊 这挺好 包括呢 这个海文娜呢 曾经也一度这个比较高调吧 也不或者说也不能说他高调 就是说这个西方媒体 就关注到这个人了啊 然后以德国之声为主的 就开始领着一帮西方媒体 展明批判的啊 意思就是说你是中共的吹骨手啊 你是中国的狗腿子啊 就类似这种啊 就围攻他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事在国内媒体说了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被西方媒体围攻啊 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国内很多网友也很同行他啊 但是呢 实话说国内人也帮不上忙啊 就是这个海文娜大概有这么一些事情 但是呢 后来呢 很多自干物啊 开始不喜欢他了 啊 他呢 也越来越跟国内的网友 这个意见上出现了冲突 啊 最近呢 这个海文娜曾经这个发帖 说要准备 特出中国了啊 当然他的意思不一定是离开中国 但是意思就是说呢 以后也不会再为中国说什么话了 啊 啊 这怎么怎么 那具体发生了啥事呢 嗯 也许具体的也许很复杂吧 因为还是那句话 中国人很多 什么样的人都有 啊 人跟人的意见也并不同意 并不是说一个中国人这个词就能概括到所有人的意见 总之呢 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他给中国人说话吗 就是早期的时候 是吧 那你想爱国网友肯定是支持他的 可是你想想那些公知粉的 那得去骂他吧 啊 所以一帮一帮中国人在这网上骂他 那你想你走 如果你是个外国人 是吧 我在帮中国说话 可是一帮中国人在这骂我 你啥感觉 是不是也感觉不太爽 啊 当然了 也许你能理解啊 中国人也很复杂的 也是分多种人的 是吧 这里面也有中国有反贼 他也许能理解 但是毕竟是吧 一方面自己觉得啊 我在为中国做做什么好事啊 我在帮助中国 可是呢 一帮中国人在这天天骂我 那可能是不太爽 我估计可以理解 是吧 再有一个呢 就是呃 他会经常发这些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呀 指导中国 或者要指点中国网友 怎么跟西方人交流 哎 就是中国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然后很多外国网友就不爱听了 啊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中国跟你德国交流啊 我们还得想尽脑子讨好你吗 是不是 你爱他吗 怎么着怎么着 重要吗 就是他觉得啊 就是德国怎么想很重要 德国人怎么想很重要 可是在我们很多网友眼里 说实话 德国人怎么想 他妈不重要 对吗 今天中国人 中国人这个骨子里来讲 美国也许很重要啊 但是欧洲说实话 真的重要吗 我我感觉大多数中国人 并不觉得德国人怎么想 欧洲人怎么想很重要 哎 因为这个海文娜呢 毕竟他自己是来自德国啊 他可能觉得吧 哎呀 你中国跟德国交流的时候 你要想怎么怎么这样 是吧 你要说怎么说服他们 怎么说服他们 是吧 你要通过什么技巧 他觉得好像说 我是为你们出主意 可实际上我们中国人 大部分的想法是有必要吗 需要吗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重要吗 对吗 因此让很多网友就觉得呢 你不用指点了 没必要 你德国人爱怎么想怎么想 很多人都是表达这种观点 他可能听了这种观点多了 他也是不爽 你能理解吗 就是这种表达了我们很多中国网友 对德国的这种不屑 那你想想他作为一个德国人 他他再怎么说帮中国说话 他毕竟他是个德国人吧 那你想想当你一边在替你自认为呀 我一边在替中国说话 一般的一边的一大堆中国人 天天在这表达对德国的不屑一顾 你什么感觉 是不是也感觉不太好啊 这又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就是他呢 有一段时间吧 开始在网上这个表达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卖淫嫖娼的这个合法化问题 啊 他就在这意思就是说呢 这是文明的方向啊 然后他就拿欧洲举例子啊 荷兰呢 德国呀 是吧 他拿一些国家举例子 那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应该啊 曼淫嫖娼合法化啊 这个观点你想想 那那至少在国内来讲 那特别是爱国群体来讲 那就直接就不干了 什么玩意是爱国 曼淫嫖娼合法化 然后一段一方人就开始骂的 闭嘴鬼啊 那么爱去哪儿骂去哪儿骂 就各种难听的话就出来了啊 然后呢 当然刚开始 其实很多人也是跟他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在外国可以说 在中国就不用说了啊 中国没有事场 但是呢 他呢 就一直是表达着 持着那种什么心态呢 就是说我在跟你们讲啊 这是世界的潮流 就类似于这种感觉 你知道吧 他原话不是这个原话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他这话就说呢 我中国网友更难不爱听啊 什么狗屁世界潮流 是吧 你们西方傻逼的那种潮流 你们自己玩乐 是吧 我们没兴趣啊 但是呢 双方就是这个 你来我网 就越来越来越网友们说的话 就越来越难听 反正是啊 他呢 可能有点情绪上头 就越一直在这 意思就是说 我要教你们什么叫文明 这种感觉 你知道吧 这个对立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开始很多人开始骂他 啥事呢 他在推特上 他在推特上的账号 就他的那个账号说明里面 就是他在微博的说明是什么 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长居中国等等等等 他在推特上的账号呢 没有这些 很简单 然后就是他在推特上 发的一些内容呢 怎么讲呢 就是德国之声 意思就是说 这个海文娜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海文娜呢 就把这个东西截个图 发到国内 意思就是 他意思可能是啥呢 就是说你看看 西方媒体到现在还在搞我 然后呢 就有一部分 因为这个经过前面的 这很多事啊 很多人对这个海文娜 说实话 这个心就不太喜欢了 就看着就不太顺眼了 然后呢 很多人就开始说 关我屁事 爱他咋地 然后呢 他可能自己也觉得委屈 是吧 我都是为了中国 怎么怎么样 是吧 然后就就 反正他可能有点不高兴了 我准备退出中国了 以后我再也不说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评论里面有很多网友呢 你早就不该说了 这个说实话也挺尴尬的啊 就是他可能是觉得 我要不太不为中国说话了 那意思好像是中国网友 是不是应该打达一下 哎呀 不要在意怎么怎么样 好像也有这么说的 但是好像也有一部分人 就意思就是 你早就不该说了 总之呢 就是说这个不愉快啊 这个海文娜这个女士呢 就是跟中国处得不太愉快 那么这个事呢 关于海文娜这个人怎么样呢 这个网上也有一些说法 这个我不了解情况 我就不乱说了啊 关于包括他老公 据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咱咱不多说啊 毕竟这个咱不是特别了解 咱不多说 我重点想表达啥呢 就是关于这类似这种现象 就是一个外国人啊 怎么跟中国相处的问题啊 我愿意把它想象成一种善意的啊 我个人愿意相信海文娜 可能就作为一个德国人啊 那么由于他交了中国的男朋友啊 在中国常住 他可能对比其他西方人来讲 相对对中国更善意一些 我愿意相信这一点啊 然后呢 他可能也希望帮中国的出点主意啊 帮中国点忙啊 让中国怎么在欧洲能够改善自己的形象啊 我也愿意相信这是他的善意 可问题就是出在哪呢 就是一个外国人过多的以指点的心态 来指点一个大国 有点不合适 为卑言轻 这是他的问题 中国有句古话呀 叫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为卑言轻的话 就是很自取其辱的 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马云跟刘强东 他们两个人正在商量 或者说就是马云吧 带着他的几个高管 正在那商量 我们阿里巴巴 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有个清洁工过来 马总 我跟你出个主意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现场 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他才那些高管 会拿什么眼神看你 你觉得马云会尊重你的意见吗 不会的 他会觉得你是个小丑 你这个意见对不对 不一定 也许你真的是 不是出的高人 虽然你是个扫地僧 也有可能 但是呢 这个概率上 他从内心来讲 他就看着挺可笑的 因为啥呢 为卑言轻 你的位置 不适合你说这些东西 对吧 这就好比说中科院 几个科学家在那研究 这个设计方案的时候 一个保安过来 我说两句 你能理解吗 就这种感觉 就是这不是你该说的东西 你的位置不够 如果你是中科院的院长 说你不客气的话 哪怕你不是保科研的 就像类似郭沫若这种 你是个写诗的 如果你是中科院的院长 这个时候你过来说 我说两句 我估计大家也听着 为啥 因为你是院长 位高权重 这种你说话 大家哪怕不爱听 他也听着 因为你有资格说话 位卑言轻 你位置太低的话 就别自取其辱 大家能理解我说这个意思吧 就包括你们家里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们比如说你叔叔 你大爷 你父亲 他们几个成年人 在一块商量啥事呢 说我们下一个做生意 怎么做 我们怎么开场 怎么搞这商量 这正事的时候 你家里比如说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过来 你要听我的 怎么 大家可能就是笑笑 因为你是自己家孩子 但是笑笑看着 也跟个挺好玩的 小时候挺好玩的 但是没人会拿你说的话 当回事 你能理解吧 因为啥 因为你是个诱饵 你不适合聊这些东西 这个海外 那问题就说在这 也许他确实是善意的 我也愿意相信 他是善意的 其实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 外国的一些网红 在国内待着的 拍抖音的 拍视频的 他们说实话 很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有些时候 自己他分不清这个界限的时候 就容易犯这个错误 他可能从自己内心出发来讲 我是为中国好 或者说我为了讨好 中国的受众也好 我为了改变 我在中国的形象也好 我发的内心的 我对中国好 我提一些建议 也许有这样的情况 问题就在于 你的那个身份位置够不够 我不知道西方 有没有这样的文化 至少在我们中国 这个是很现实的 就是为卑言轻 自取其辱 你比如说海文 指点中国怎么跟欧洲打交道 首先一个 你是什么身份 你配吗 你配跟中国人讲这个东西吗 在这说了 这个东西也不是中国老百姓能改变的 你跟我们讲有啥用呢 你跟中国外交部讲 可以啊 你跟我们讲有啥用 你跟中国宣传部讲都行 跟老百姓讲有啥用呢 除了显示自己牛逼 还能有啥用 是不是 在这说了 你是谁呀 你配吗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就是你有啥资格 一个德国 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在这指点一个中国 这个世界大国 亿万国民 怎么跟西方人打交道 谁给你的自信 而我觉得中国外民的心态很真实 是吧 德国人怎么想重要吗 你爱他妈咋想咋想 这才是中国人的真实心态 对吗 所以他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出在 卫卑言轻 不知轻重 夸张一点说 太高看自己了 你就是一个德国的普通老百姓 你到了中国 你要是说 摆清自己的位置 就跟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打成一片交朋友 哥哥姐姐 是吧 这个没事 中国老百姓很善良 接纳外国人很轻松 你只要别装逼 但是你说你在这居高临下 我教教你们怎么整 有点找不自在 有点找不自在 我说的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如果其他的外国网红 在国内待着的这些人 如果他们内心想 发的内心的说 想为中国好 我希望他们首先 先摆清自己的位置 你为中国好 没有问题 善意没有人会拒绝 但是这个位置要摆清楚 俯视 仰视 平视 这是个根本问题 特别是那种小国来的 美国人说话 说实话还是不太一样的 毕竟美国在中国人的眼里 还是个牛逼的国家 特别是那其他小国的那些人 就更是要保持 摆清自己的位置 就包括德国 他自己可能觉得德国挺牛逼的 但是说实话 在中国人眼里吧 除了美国 好像其他国家也不咋地 也没啥资格的 在这逼逼 所以说越是其他小国家的这些人 不要太把自己的 这个这个这个 想的太重 还是那句话 认清自己的位置 比较重要 否则的话 就会面临海文娜的这种尴尬 当然了 我觉得中国网民 你说有没有问题呢 我觉得也有 因为这个网民的组成很复杂 他不是一类人 他是各种各样的人 这里面有反贼 是吧 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 也有一些这种 就是脑子不 脑子不清楚的 稀里糊涂乱骂人的 也有 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么这里面有 该不该批判的 我觉得反贼肯定该批判 是吧 人家他妈为中国说话 你骂人家 你是人吗 你对吧 那你说极端民族主义者 就因为人家可能说了一些话 你不爱听 然后上去指着鼻子就骂 也不太合适 然后你包括一些 这种脑子不清楚的人 明明人家是为中国说好话 然后你上去 稀里糊涂把人家骂一顿 也有这样的 对吧 所以这些人 你说他们有没有错呢 该批判 该批判 但是呢 从海外那 海外那自身来讲 我觉得他更需要做的是 摆清自己的位置 否则的话 这种痛苦 这种难受 我心理上我能理解 但是呢 自取其辱 重点就是我刚才讲的 为卑言轻 自取其辱 希望他能想明白这个问题 调整自己的心态 重新开始在中国快乐的生活 中国还是很欢迎他的 好吧 就说这么多